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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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婚禮 超夢幻 婚後結輪變奶爸 在那個地方 我想真的對不對 對 很像假的 而且我記得那天 兩個伴娘都準備了衛生紙 就是偷偷藏在養妝裡 怕她講誓死的時候會哭 結果我完全把她的衛生紙用光 因為我哭得比她還暢 我哭到另外一個伴娘的衛生紙也給我 她會幫忙照顧小孩嗎 會 會嗎 就像現在 就像今天嘛 對 沒錯 I'm so sorry 只有今天好好的在家 不要一直打電動 好 今天是Q獎這個眼睛開到第一天復工 然後今天這一集 正好也有兩個朋友來 好 這兩個朋友呢 最近我們看到這本書 叫做我的好麻吉讓我守護妳 我的好Q獎 讓我們都守護妳 你看 Q獎開到有... 有沒有瘦一點點啊 對 好 謝謝大家的關心喔 那今天我...你知道 小狗叫聲都很大的喔 你...麻吉 你在... 麻吉 麻吉 不知道啊 做小孩 好 今天的主角是麻吉 來 麻吉的主人是寬林小姐 嗨 好 他們兩個合出了一本書 叫做我的好麻吉 那他們兩...那個 昆林真的好麻吉是房志勇 嗨 小燕姐好 那房志勇的好麻吉是... Burberry Burberry 好 麻吉多大 麻吉快四歲了 快四歲了 對 快六歲 快六歲 那妳老大囉 好 今天其實... 我今天在錄這一集的時候 我在想喔 其實現在喔 女孩子在25歲以下 就結婚生子 真的滿少的耶 你們兩個又在演藝界 而且又這麼早結婚 就這麼早生子 來 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我覺得現在早結婚 生子的很少很少 都是到了很晚 又生不出來又很著急 其實早結婚 妳想想看 現在妳女兒... 快一歲 快一歲 妳才二十... 二 要三 要三 對不對 所以她二十歲的時候 妳才四十歲 差不多 對不對 對 所以... 所以... 好 妳可以跟她一起去夜店 可以盯著她 妳可以去盯著她對不對 而且不會太突兀 妳早年紀大了 一走進去 大家都知道妳要去抓... 找小孩對不對 或者還說找孫女兒對不對 方智友生的是兒子還是女兒 也是女兒 也是女兒 妳們兩個其實差不多時間 對不對 對 寶寶差一個月 對 寶寶差一個月 對啊 妳們兩個真的很有緣分喔 一起演戲 然後差不多時間結婚 懷孕 對 妳是她的伴娘對不對 對 講講妳們兩個的緣分吧 還穿一樣的衣服 對啊 在比肚子 對 方智友的肚子 那個時候看起來 我肚子比較大一點 有嗎 妳有沒有胖很多 我胖很多 我就是整體就是胖很多 不過方智友 妳本來也不是一個瘦瘦對不對 對 就是比較肉感一點 對 肉... 對 結果生孩子以後 我一直第一次聽到 那妳生完以後 應該有胖不小吧 懷孕到生小孩胖了11公斤 那其實還好 但因為懷孕前就是 可能身體在自己自動做準備 所以就先胖 對 但是因為我知道 昆琳是越... 懷孕越瘦耶 對 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也是滿容易胖的 易胖體質 妳有易胖體質 以前...是易胖體質 然後生的途中可能一直孕吐 然後又生病 然後又吐 然後又... 又忙很多事情對不對 對... 然後生完之後 不知道體質好像有改變 對 我覺得還滿幸運的 很謝謝這個女兒對不對 謝謝她 謝謝她 對 對 這是什麼 我覺得還滿幸運的 好 妳們兩個認識是在什麼戲裡面 在一個... 我們原本也要一起拍一部電影 雖然最後那部電影沒有拍成 對 對 大概是開拍的前一天就會去 對 前一天說不拍了 對 真的嗎 很臨時 對 那妳們兩個反正已經變朋友了 對不對 對 我們在演員訓練的時候 對 對 那那個時候妳們兩個 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要幾歲結婚 我們要什麼時候懷孕 然後 那時候好像沒有討論 我們是討論說要去哪裡玩 然後想要吃什麼好吃的 對 對 所以人善不如天善 對不對 真的 妳結婚是有想到要這麼快結婚嗎 沒有說 沒有說一定要這麼快 可是覺得可能在一起一陣子 可能就覺得這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聽說什麼希望在古堡裡頭結婚啊 是一個公主 這是妳的夢喔 我心裡想 我覺得應該是她 她的想法佔多數吧 對 因為其實我是喜歡海島婚禮 而且還很chill 我喜歡把腳泡在水裡 然後冰克全部腳泡在水裡 然後吃飯那種感覺 然後可能就手沾張了 還可以在海裡這樣洗手 這種婚禮 對 然後... 對...然後她的喜歡很夢幻 所以我們都有... 古堡 對 我們都有完成彼此 對 那個婚禮的感覺 所以她是想要在古堡裡結婚 對不對 所以她也不好意思說 我想在古堡裡結婚 對 所以跟我想的還差不多 所以...但是妳們為了奶奶 也是到澳洲去 對 妳是參加哪一個婚禮 妳的伴... 我參加英國的 就是古堡的 古堡的 好玩嗎 很好玩 其實因為那時候我正在拍 我懷孕前的最後一檔戲 然後那時候還特地請假 然後不敢告訴劇組 為什麼我要請假 對 後來照新聞公布以後 才讓劇組知道說 後來我要去參加婚禮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咱沒有多久 幸福會傳染 幸福會傳染 我們懷孕也會傳染 方志勇 妳... 妳想到懷孕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要結婚嘛 所以會不會有點驚嚇 會有一點驚慌 驚慌喔 對...因為其實一開始 本來跟先生在一起的時候 就有共識這樣 共結連禮這樣子 只是沒有預料到這麼快 就會有被禮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第一時間 打電話給她說 對 那她怎麼說 我也差不多 因為她才剛告訴我沒多久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 對 她說 是感冒嗎 會傳染嗎 會傳染... 沒有傳染 妳一定沒有想到她也會... 我也...對 我真的沒有想到 但我第一時間是 我替她在緊張 我替她擔心 擔心多過於開心 開心 對 因為她不是像妳說已經結婚了 然後妳... 但是妳老公很MAN喔 就說我們把她生下來對不對 對 我覺得她是後來的行為舉止 才讓Hannah比較放心的感覺 不然她一開始好像 就是有點擔心 因為畢竟我們其實 沒有交往太久 對 而且她看起來比較愛玩一點 所以我覺得... 真的嗎 她這樣可以嗎 她比較愛玩一點嗎 對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很想要 偷偷的拿到她老公的電話上說 安排一個求婚 因為我不想要就是 讓她心裡不舒服 覺得是不是因為懷孕結婚 我想要就是偷偷跟她老公 安排一個求婚 因為我很... 其實那時候自己心裡很擔心 她老公會不會 就這樣放著這件事情 對 然後好險她最後有跟她求婚 覺得那就安心了 對 其實她老公會很花...花嗎 以前... 沒有 外貌看起來 外貌看起來 不是花啦 就是以前很喜歡出去玩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是不是很花 妳會擔心周杰倫嗎 我... 周先生的花花之名 以前 對 但是擔心朋友會比較... 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雞婆 就會覺得這樣可以嗎 好 對 她自己選擇自己 音樂材質片奶爸 照顧孩子有一套 然後她會幫忙照顧小孩嗎 她會 會嗎 就像現在 就像今天嘛 對 沒錯 我很抱歉 周杰倫 好好的在家 不要一直打電風 妳會擔心周杰倫嗎 我還... 周先生的花花之名 以前 對 但是擔心朋友會比較... 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雞婆 就會覺得這樣可以嗎 好 對 對 她自己選擇自己... 不過... 我覺得... 周覺得因為跟妳的年齡 有一點點差距 所以她看起來 我們都覺得她對妳是 又像老公 又像哥哥 又像爸爸 又像老師 就是像很多的...很多角色對不對 但唯一的就是 她聽不聽妳的 我覺得 她還滿尊重我的 就是我當老婆之後 很多都還滿... 我覺得當老婆之後 她很尊重我 當老婆之後很尊重妳 我記得妳在書上寫的喔 妳甚至也跟大家講說 不管周杰倫是不是周杰倫 我都希望我結婚以後 我有自己經濟能夠獨立 然後我高興買什麼就買什麼 對 我覺得妳雖然只有22歲 但是妳的想法非常非常的成熟 而且妳這一點也讓周先生 對妳很尊重吧 她覺得妳是一個 希望是 希望 是... 對 不過... 這其實也是滿好的對不對 因為妳們都很年輕嘛 結婚也應該 還是自己有一點自己的事業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們年紀都還小 如果這麼早就放棄 好像有點對不起自己 就是覺得說 當我們30歲 40歲再回頭說 我20歲到30歲 我覺得大家都在打拚的時候 我在幹嘛 對 就會...可能會有點後悔 當初這樣 所以就覺得不要讓自己後悔 不要讓自己後悔 即使生了小孩 其實都還可以兼顧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小孩 當然這個時候長輩滿重要啦 幫忙一下 像妳們有的時候會出外景啦 會幹嘛啦 那...芳姐 妳生完小孩 妳覺得妳先生有很大的改變嗎 我覺得她的改變好像滿大的 因為就是之前 誠如 Hanna 覺得她外貌看起來好像很花心 然後其實一開始我媽也很擔心 她想說 畢竟不是像保守的以前 先結婚 然後才有寶寶 是先懷孕了 然後才來補上後面的這些行程這樣子 那可是她一直以來都表現得非常好 而且她甚至比我還體貼我的家人 對 我覺得就是在對家人的孝順啊 或者是對朋友 或者甚至是對老婆 她為了我戒菸 然後為了我常常就是 不管工作再忙 或者是再多事情 她都一定會陪我去產檢啊 什麼之類的 我就覺得真的是... 我是一個很幸福的孕婦兼媽媽 當然我們也知道 昆琳嫁給周婕倫 其實周婕倫很忙了 你們...就是 我們不需要知道你們行程 就看看她一下在哪裡了... 她一下在哪裡 但是在家的時候 她會嗎 她會 會嗎 就像現在 就像今天嗎 對 沒錯 Oh so sorry 周婕倫 好好的在家 不要一直打電動啊 她會...她會餵奶嗎 她會 Good 對 她會陪她玩 陪她玩什麼 陪她玩... 就看當時小孩在玩什麼 她就會陪她玩 對 她對女兒 會有什麼期許嗎 像現在 她會不會講啊 我希望我女兒將來怎麼樣 有很多爸爸都會做很多夢嘛 多少歲以前 我不准她交男朋友 多少歲以前我要她幹嘛 對 她有...她說她希望可以學鋼琴 就是長大之後 她希望她能學鋼琴 對 然後我就說 那可不可以找妳以前的老師 她說 千萬不要 她怕她的小孩壓力太大 對 她自己教就可以了 對 對不對 其實妳...妳有想生幾個嗎 我有想生幾個 我覺得最理想是三個 可是如果兩個也可以 妳呢 我也是兩個或三個 對 因為覺得如果只生一個的話 好像她會很孤單 沒錯 但是也不能隔太遠了 隔太遠她也玩不到一起 像那個張孝環嘛 那個翁馨瑜她也是 我認識當中最小... 最小年紀的結婚 就是說來... 我一直跟她說 妳快點生...趁妳些人 都很年輕的時候 搞不清楚小孩就長大了 對... 她說 對... 小燕姐 我已經生第二個了 當中她還拍了戲 我覺得她說好棒 她來錄影那時候 小孩就推了 真的啊 對 其實小孩也是很... 就是...妳知道 看她演戲裡頭怪怪的 其實她們都是... 我覺得男人見完會生完小孩 都會有很大的轉變 會不會 結論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她還滿多改變 因為像那時候在... 我每次產檢她都有到嘛 然後就是我生完之後 她一直在我旁邊就是照顧我 然後我曾經跟她開玩笑說 因為要幫忙翻身 幫忙就扶下去 適合說什麼的 她說... 她說當然可以啊 怎麼的 對 不過她陪妳產檢或者到醫院 也滿囉嗦的喔 因為別人都會說 走起來...快點... 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都是大概十點多 去看產檢 晚上 所以都沒有人了 對 OK 妳的小寶寶晚上睡覺嗎 也對 因為妳產檢都是晚上都這樣 她大概知道這個時間 是剛要起床的時間 對啊 她半夜真的不睡覺 但她的差很多 真的嗎 我的兩個月以後 回家都睡過夜 然後她都從... 她可能...可能11點睡 對 就可以睡到中午才起來 睡到中午 她說妙部都濕到不行了 然後還是... 真好 真的喔 報恩 她來報恩的 這種我們都講 她是來報恩的 對 真的 女孩子很少 可以睡這麼久的 因為她們吃得也不多嘛 對 對啊 我很幸運 很幸運 我們現在有常常叫Mia 要叫Hathaway說要睡過夜 對 對 她不會睡過夜喔 她不會 她大概三四個小時會起床 然後要喝奶 然後喝完奶之後又睡覺 但是一定會起來有這個步驟 有這個步驟 對 爸爸會餵喔 爸爸半夜的時候會餵 沒錯 所以就先讓他餵 對 就讓他餵 好 今天我們看了這本書 其實妳怎麼想到會要出這一本書 出這一本書喔 是因為我覺得我對於流浪狗 我一直有一個心 我覺得有一個負擔在我心裡 我覺得我應該要幫助他們 但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可能不夠 所以我想說如果愛狗的人 就是當然會很喜歡可愛的狗 然後以麻吉為就是吸睛的目光 然後讓大家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想要幫助其他更可憐的流浪狗 其實很多人都看到我們電視節目 如果大家帶狗來 像戴佩妮那天帶的狗 那狗也是很寶貝... 我想Bubberia 麻吉 你看麻吉 天生的就是一個明星的樣子 很少狗會坐在那裡 跟明星一樣 你看 好像我要跟牠聊聊天的樣子 對不對 麻吉 聽說妳很愛穿衣服喔 對啊 牠一定要穿衣服 不然牠會覺得很不自在 真的嗎 光凸凸的不好看喔 這裡頭有許多麻吉的衣服 老實講有一些 我還給我的狗狗也買過 真的喔 是大賽性對不對 對 我大賽性 但是妳們小的比較好買 我覺得這一套是妳結婚 那時候要穿的對不對 對 那天牠也夠出風頭 牠一定覺得媽媽 妳好... 妳好忙喔 但是那天 在台北請的那一次 我們是在W的樓上 樓頂 好 牠們要弄成那個... 反正妳知道周杰倫都要想一點花樣 弄成那種遊樂園 對 那主要呢是有阿嬤對不對 對 那因為有了阿嬤 所以請了很多 像我們這樣的藝人 飛機這樣回來 阿嬤會認識的 阿嬤會認識的 所以那一天是阿嬤最高興 阿嬤看到我們都很羞 對 但是呢 因為那個地方是空曠的嘛 也很有風嘛 那我就看牠穿得很少 我就心想妳拼上一點吧 受涼了 對不對 可是牠又要很漂亮 我都覺得 那個時候好辛苦 牠也很累 對 而且牠都會呈現一個很無奈的 很無奈的表情 好了 快點吧 對 好 其實今天我們有一些婚禮的畫面 我們先來看看方季有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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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們結婚了 接下來我們有一輩子要過 一輩子說長也長說短也長 但我會用這一輩子好好尊愛妳 再來採取妳壓力 只要妳開心我就開心 老婆妳只有一個 不對她好 又對誰好 接下來的日子不要怕五官 我只會更愛妳 我們有幾次要說法 我們有些人 可以這樣看豐富 我們就好好當家人 找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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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的大日子 這樣說 因為人生 妳是老天爺給我最棒的力量 好多愛妳 謝謝 我覺得那天心流都好美喔 那感覺沒有胖啊 現在還是比那時候瘦一點 可是那樣穿著就很漂亮 那天真的很美 而且就是那時候我就是 我們以前就在跟Hannah討論 然後因為一直很猶豫 到底要用什麼音樂 然後她就在幫我... 前一天那天幫我找 我覺得這首很好 這首... 我們前一天還在那邊討論 還在幫她找出來 對 而且因為我們很景氣 這是受周杰倫的影響吧 不是 是我對於浪漫的一個定義 對 她自己也有一個 對 婚禮真的音樂很重要 而且下的點也很重要 如果太晚或太快就很尷尬 對 剛好進程手 問妳這樣子 周杰倫有壓力喔 在那個地方 不像真的對不對 對 很像假的 而且我記得那天 兩個伴娘都準備了衛生紙 就是偷偷藏在洋裝裡 怕她講世詞的時候會哭 結果我完全把她衛生紙用光 因為我幹嘛被她害怕 我哭到另外一個伴娘的衛生紙 她也給我 所以真的音樂很重要 對啊 而且下的點也很重要 沒錯... 如果太晚或太快就很尷尬 要剛好進場的時候 因為周杰倫有壓力喔 但還好不是她掌控 因為她在我旁邊 可是... 可是妳想所有的策劃 如果她的婚禮 妳覺得音樂沒有太好 那她真的是... 那這樣... 她要窮壞了 好 不過方志友 對 妳結婚了以後 妳先生其實從懷孕以後 這個生完寶寶以後 戲就不斷喔 對啊 所以說寶寶帶財 寶寶又帶財 又感恩 又會睡覺 對啊 又報恩 對 真的 好好喔 而且我那個... 但妳說是媽媽對不對 對 媽媽 媽媽 我看她最後抱抱媽媽 媽媽也... 對 媽媽婚禮前一天 就哭了一整天 然後婚禮當天又一直跟我說 我要忍住... 然後就一直哭 馬上把自己灌醉 我媽媽會... 其實媽媽跟爸爸一樣 都是捨不得對不對 不過妳現在有了小的媽媽 可以把一些中心房的 那個小的身上 對 沒錯... 好 其實昆寧從而沒有想到自己 進了演藝界 其實會認識周杰倫 然後其實又當上微風女了 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妳自己也沒有想到了 對不對 對 其實我真的沒有 因為我之前微風的時候 因為之前在澳洲 然後是剛好住同一個鄉 然後他們就有 就是找幾個女生去試鏡這樣 然後那時候還是小女生 然後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素顏 然後就去了這個面試這樣 然後其他人都是化好全妝 然後很會唱歌 當場就唱歌 然後還有自己的那個目錄 就是我做過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些人都好厲害喔 然後覺得 好吧 我今天就是來... 來 見識見識 對...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應該沒什麼機會 因為他們說妳會唱歌嗎 不會 妳會不會演戲 不會 然後就是很害羞 然後要我幹嘛 就很害羞 覺得慘了...完了 表現很差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然後我今天想說那就回家 然後結果一出那個門 我就收到了E-mail 就是合約 然後我說真的假的 就是...對 所以我想他們就是想找一個 真的女孩子 就是沒有濃妝 沒有厭抹 然後他們可以 把妳打扮成什麼樣子 所以妳這裡頭有很多 跟Maji一起的威風 對 真的 然後最後她最近都自己上封面 已經不需要我了 真的喔 對啊 所以妳拍微風都是帶著她 幾乎 可是有時候她會沒有入鏡 對 所以妳去拍 我好喜歡這一張... 這一張 對啊 對不對 妳看她 這張原本沒有她 然後是她...就是我要拍照 她不離開 她就是要拍 然後... 她就說 對 然後攝影師就說 我把副妍她拍個幾張 然後沒想到總監就喜歡 就說那就用這一張 對 好可愛 因為她還這樣 對 很可愛 然後妳們有很多的 就是帶著她一起拍就對了對不對 這張也是 對 就是拍... 可是她們都沒有給她穿衣服耶 對 她們比較喜歡狗的原樣 可是Maji就是會很尷尬 她就是呈現... 怎麼是這樣 所以Maji的鼻頭是紅的 太羞了 好 今天我們來看看 昆妮的婚禮的畫面 我不曉得對這一段是哪裡的 婚禮的畫面 來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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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喔 妳那時候真的比現在胖了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走在那個... 你你絆腦眼中間 那時候什麼樣的心情啊 走在那個地方 不像真的 對不對 對 很像假的 而且我記得那天就是 然後那個每一次走都覺得 好感動喔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就是要進場的時候啊 我們就兩個伴娘 都準備了衛生紙 就是偷偷藏在洋裝裡 要幫她準備 怕她講誓詞的時候會哭 因為我哭得比她還淡 我們在旁邊想說好感動... 然後我一直哭... 我哭到另外一個伴娘的衛生紙 也給我 很好笑 真的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都很... 那個時候期待說周杰倫結婚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婚禮 也許是會不告訴大家 或者就是會讓人家... 所以當她決定要在 這個地方的時候 妳是贊成還是不贊成 其實我們原本沒有預設地方 只有選擇想要在城堡裡面 然後於是我們... 我就去聯絡了 然後我就跟英國婚固對接 對 然後就說歐洲哪裡有個... 哪裡的古堡 就方便又漂亮 然後她就選了一些選項給我 然後我再把這些選項給她說 妳覺得這哪幾個外表好看 然後我們再去就是選 然後拍婚紗照的時候 再去看這些地方 看幾下說這些地方好不好 對 妳們婚紗照已經去了一趟歐洲 對不對 然後順便在那時候 就看哪幾個城堡是好的 對啊 對 對 不過就是人一生我想... 周杰倫想 我這樣唱這樣賺錢 我總要給我老婆一個最美的婚禮 很難忘的婚禮 很難忘的婚禮 其實還真滿辛苦的喔 我覺得前期...前製作業會很繁雜 會讓妳覺得 我不想再看手機了 我覺得好煩喔 就不要再問了一些細節 可是當一切結束 你在回顧這些照片的時候 這一切都值得 對 前面其實滿囉嗦的對不對 對 因為妳們都要自己來決定 對不對 我們連餐具 什麼顏色 什麼牌子 對 都要 都要問過妳們對不對 好啦 這麼小 也經歷了這麼... 所以我現在很適合當婚禮 因為我說 跟妳講 妳這個地方要怎麼樣 妳還很有經驗 九種超級騰老婆 甜蜜情話好肉麻 好 女兒出生了以後 爸爸會特別疼女兒 目前為止她還是比較偷偷 然後再來女兒 然後她每次都說 就是要跟她...不要被她指導 我說她現在聽得懂 她會拿出來 而且妳們很有意思喔 認識的時候是兩個 剛進入演藝界的小朋友 然後一切都很新鮮 一下子就結婚了 一下就生孩子了 所以之後妳們再碰面 我想機會就沒有以前那麼多 但是可以打電話 講了是不是就變成 老公啊 孩子這些話題 會 會比較多 對 那還是會有以前 而且我們會想說 我們以前怎麼這麼青春啊 對 真的 我們以前有一天 半夜三 四點 對 三 四點 我們開車下去 新竹只為了吃 只為了吃一碗雞湯 對 因為聽說雞湯很好喝 然後我們就撐到三十點 而且她好像四點半 還是五點才開 所以我們一定要半夜出發 然後我們就在家裡 兩個人敢瞪眼 等那個時間到 然後就出發 而且好像是六點還是八點 就賣光 所以我們在那個中間點 對 去吃 你看吧 年輕媽媽就是 還是有活力 年紀大的媽媽就不敢出門了 你知道嗎 小孩 所以只要有人看到 就醒了嘛 對不對 那時候還沒生 那時候還沒生 還沒打肚子 還沒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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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個自由生的 自由生的就可以這樣子是不是 我還以為你們懷完願 沒有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 現在都牽掛 我想現在你們還可以這樣 那真的是年輕媽媽太大 講得... 沒懷孕 真自由喔 對 那時候你們兩個就這樣子 跑出去吃啊 而且我們之後還想說 那就繞去六福寸玩一下好了 結果出了還沒開門 對 我們就在門口 我跟六福寸拍了的時候 你們那個時候有男朋友嗎 有啊 你們男朋友 不會覺得你們這樣行為怪怪的 應該還好 就好姐妹出去玩 對 對 反正他們也忙 對 是不是 你們兩個很會玩耶 很會... 然後 青春真好喔 那時候也沒負擔 對 一通電話就約出來了 對啊 而且還可以一起去香港玩 對 而且我們真的超有緣分 有一次我自己去香港 就是我們是不同的 然後他回澳洲去看家人 對 然後回來的時候他在香港轉機 結果剛好遇到我們同一班飛機回台灣 對 我從香港回台灣 對啊 你們看到就... 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 我知道他從澳洲要回台灣 然後我就說同一天耶 你在香港轉機 你搭哪一個班機啊 然後一講 竟然是同一班 這麼巧 對 所以我們就一起回來 好 你們兩個如果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是誰安慰誰 輪流吧 對啊 看是誰不開心 對 誰不開心就對了 看是誰不開心 對 誰比較會安慰人 我覺得都還可以 但是我看起來 他雖然小一點 但他主張很多的樣子 對 他會有很多想法 跟意見 對不對 因為我發現你看他 你懷孕了 我覺得他是不是應該要怎樣 他會分析 他要分析 你的婚禮 因為這樣不行 是他主張比較多一點對不對 然後反而是我的安慰人 可能是比較 你不要難過 就是比較安撫的 對...安撫陪伴 對 那他是要出主意 然後他是會出主意的 你現在不可以這樣子 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你跟你的先生以前吵架 做朋友的時候吵架 不開心的話 他會幫你出主意的 對 但其實我跟那個現任老公 還不太有吵架過來 真的 對 還沒有 所以就是以前 因為他有經歷到我 不同的時期這樣子 對 所以反正結婚前 會比較容易吵架對不對 會不會 他結婚起來在熱戀啊 所以還好 也還好 對... 對 妳那時候真的會吵架嗎 很少喔 也吵不起來嗎 對 而且我現在當媽之後 他覺得媽媽很辛苦 就會比較體諒我 就會... 所以體諒... 所謂的體諒 就是他都聽妳的就對了 對 我覺得當媽的話 感覺媽媽辛苦 可能有這些情緒或是什麼 是合理的 他可以接受的 對 他...你知道他平常很喜歡 就是看他上節目或幹嘛 好像很喜歡搞笑的樣子 對 那他生活當中也喜歡這樣嗎 10倍 10倍 對... 他很喜歡 這個也弄個梗吧 來個梗這樣子 像這樣很好玩 我覺得他是這樣子的人對不對 他自己要先想 那如果這樣子效果很好 誰要來的話 我讓他怎麼樣對不對 對 我記得第一次坤妮來上節目 也就是帶著... 都睡了 真的有五魔力耶 我覺得 我的節目就是對狗狗 有一點點 對 安定 又想睡著了嗎 對啊 他每次來都睡耶 都睡是不是 對啊 而且他們聽我講話 希望觀眾不是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啊 我睡 真的有時候 對...他們... 其實每一隻狗狗來... 來我這裡 然後我聊天... 他們就... 就...我家的狗也是這樣子 就本來就... 我開了電視 但是有我的聲音他們也就... 真的喔 對 他們也沒有看我的電視就睡了 覺得那個聲音聽起來 孩子先睡了 好 那以後每個睡不著我就開一間笑 他有沒有笑 其實人家說女兒出生了以後 爸爸會特別疼女兒 周葛珍倫有嗎 他目前為止他還是比較疼我 然後再來女兒 對不對 我覺得 因為可能妳... 因為他把妳當女兒之一 是不是 然後他每次都說 我要先疼妳 再疼女兒這樣 我說好 不要被他指導 我說他現在聽得懂了 他會難過 對 會講話了嗎 還沒有 他會媽媽 爸爸這樣 會了嗎 會 而且他出門前會這樣 媽媽 然後這樣推他的小推測 然後想要來找我 然後就變得吃不了 對啊 對 現在出門都會覺得 心酸酸的 心酸酸的時候 他會不會就是 睡覺的時候要認人 睡前會 可是睡著就還好 還好喔 對 所以睡著了以後 爸爸再來接手餵奶就OK了 對 不然他睡覺一定會... 睡前一定要抱抱啊什麼 爸爸好睡 要你或者你媽媽的 或者是... 而且他會睡在旁邊 然後他會偷看你 確定你沒有走 真的嗎 還會偷看嗎 他如果偷看人不對 他會醒來 然後開始照 想說 我認識的人類 對 妳誰都覺得冷不冷 但我覺得很神奇是 一般小孩看到他都會哭 可是只有女兒看到他不會哭 可能是因為他有鬍子 所以一般小孩覺得可怕 可是就只有他女兒覺得 鬍子是好玩的 所以別的... 妳的小孩看的時候覺得會哭嗎 好像沒有 對 好像還好 但我小孩好像... 他真的不太哭 所以... 對啊 妳的小孩是怎麼了 又睡這麼久又不太哭 好可愛 他只是現在會玩食物 就是他不餓了 他就在那邊...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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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他就只有這個小缺點 這樣也還好 因為我看到妳的味道 我覺得好可愛喔 而且即將喝飽了 他不餓了 他就這樣 咯啦咯... 這樣好過於 他還可以這樣撇同 不喝了 妳的不喝就是撇同對不對 或是他把它打掉 就是會有時候的 其實小孩也是這樣子 小孩其實看有鬍子了 或者是某些長得很兇兇的 都會怕對不對 那周杰倫 他是他的爸爸 他當然不能怕 但他有的時候 出門也會好多天對不對 那其實大家都覺得他很忙 我想出國很多天 可是其實我們不見面 一定 希望是這樣對不對 沒有 一直都是這樣 就很特別 就是剛好好像 都沒有太久時間沒見 所以他去錄什麼好聲音啊 也是幾天就回來 或者妳們去這樣子 對 他就會盡量把時間喬到 可以可能今天飛 明天晚上就回來 或是什麼的 對 妳老公呢 拍戲就沒有這麼自由囉 對 但還好就是每天都會 剛好因為他現在都在台北拍 所以應該也不會 對 反而是我接下來就是有可能會 那個小小的離開台北一下 拍戲 對 這個 妳也去拍戲 妳有跟老公商量嗎 因為結婚了以後 我覺得做老婆了要做什麼事情 好像都要跟老公商量一下 而且演什麼角色啦 會有什麼樣的劇情啦 我覺得多多少少 老公都會邀點意見 因為我遇到十個 九個半都有意見 他老公很free 對 他很free 而且他就很鼓勵我說 妳想要拍戲的話就去啊 沒關係這樣子 他說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然後不然就是 因為他知道我很想要回去拍戲 因為我已經當 算是全職媽媽當了九個月了這樣子 然後最近才開始 所以他覺得 對 對 不過也好啦 我覺得做現代的父母喔 憑良心講都是互相 比如說妳在忙的時候 老公就應該忙 現在妳可以看去超市啊 爸爸都是抱著小孩 不像以前好像帶小孩 都是媽媽的事情 現在多半的爸爸都覺得自己 應該要參與部分 而且其實在國外 都是爸爸背小孩 因為其實通常重物都男生提 小孩是重物啊 當然男生應該要當那個來抱的 對 現在妳們是這樣講啊 幾十年前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人家就覺得 從我小時候我看到的 都是男生在照顧小孩 妳在國外嗎 對 在外面的時候 雖然在家可能是媽媽 就會做一些瑣碎的事情 可是外面就是拿那個推車啊 寶寶啊 媽媽負責就在旁邊 對 但在我年輕的時候 抱錢啦 外面都是媽媽耶 然後老公走前面 還說快點 那妳現在想起來就覺得 對啊 好 這裡這本書 我的好麻吉讓我守護妳 其實呢 它這本書 其實後面就是告訴大家 要怎麼樣對待妳的寵物 以及怎麼樣照顧那些 沒有人愛的狗狗 流浪狗 其實我覺得不是每一隻狗 都像牠們這麼幸福 有人來照顧 那每一條小狗狗都是一個生命 其實很重要 如果你把牠帶回家來 牠就是你的家人 那牠的一生 可能跟你就是十幾年 雖然只是十幾年 好像是你的朋友 但你就是牠的一生最重要的人 有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顧牠 這三隻是很幸福的 對 但是我們希望妳有更多的能力 看完這本書 跟著昆琳跟麻吉一起去照顧 那些需要照顧的稿 謝謝你們喔 帶來分享給大家